7月29号,北京市通报了28号新增一例大连市疫情关联病例,为27号确诊的大连市疫情关联病例的密切接触者。 29号,记者在确诊病例所居住的天通院西三区北门看到,小区居民正在凭出入证和身份证进出小区,该小区应急响应级别以调为二级,按照中风险地区管理。 小区卡口严格执行测温、查证、验码、登记等防空措施,外来人员及车辆禁止入内。 记者看到,在天通院西三区的另一个出入口,同样设置了进出卡口,严格管控进出人员和车辆。 门口已有多个快递员设置的快递临时出放点,许多居民正在收取快递。 有居民告诉记者,发现确诊病例后,社区反应非常迅速,小区居民也开始实行更加严格的自我防护。 前面有啊,觉得这个护照加强了,变成牛我。 没什么害怕,挺快的吧,28号当天就那栋楼就疯了,然后小区又可能沿了点。 反正我自个儿防护做好了,别人的防护应该我看也都没什么问题,然后大家都正常上班,这个状态的话我感觉应该问题都不大。 今天看到门口这里已经开始进行封锁了,小区居民也都开始比之前更加防护起来,所有人都做护照点错,我做到了,护照晚上做的,我觉得各方面做的都非常的完善。 据悉,该小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已全部纳入集中医学观察,下一步,畅平区将对确诊病例所在楼洞周边的居民约1万余人进行核酸检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